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训练你的大脑慢下来 停下来 你越常做这种训练 就能越快安顿身心 轻松入睡 刚开始练习的你 请对自己有点耐心 现在 请把所有的东西都关掉 用最舒服的姿势躺好 把被子盖好 用鼻子深吸一口气 再用嘴巴呼气 再做一次 吸气 吐气 我们今晚要读的故事是 提早到瑜伽教室 我到瑜伽教室的时间蛮早的 有点不可思议 因为我一整天的事情进度一直落后 从醒来的那一刻 我就觉得有点累 情绪低落 整个早上和下午做工作和家事都笨手笨脚的 我一直忘东忘西 掉东西 觉得越来越讨厌自己 我需要休息 想着到瑜伽教室 在安静昏暗的空间里 躺在我的垫子上 就是我今天的动力 现在我奇妙地提早到了 大概比上课时间早了半个小时 我知道教室是空的 也整理好了 我在距离教室一个街区的地方停好车 在车子里坐了一会儿 我在车内的储物箱拿出一本手记 翻找出一支笔 我习惯在去练瑜伽之前 写下心里最紧迫的念头 这似乎能让我在脑中清除一些空间 因为它们就存在手机里 在外在的实体世界里 就不用存在我的脑子里 有时候我的思绪像拽着我袖子的小孩 想得到关注 当我把这些思绪写在纸上 就能够喘一口气 我把手机收起来 拿了瑜伽店与钥匙 起身往瑜伽教室的方向走去 我边走边看着街边的窗户 留意在傍晚出现的景色与声音 服装店橱窗内有一件橘色的洋装 简餐店里有人在吃三明治 用马克杯喝咖啡 小朋友在玩游戏 在行人道上跑来跑去 对彼此大叫 他们的外套没有拉上拉链 在凉凉的晚风中飘啊飘 那天下了长雨 所以路面闻起来带有湿气 还有那种春天独有的清新黑土味道 看到教室里的灯光亮起 老师在前台点蜡烛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好很多了 我打开门侧身而入 轻声地把鞋子脱掉 到柜台迁到 老师问我 还好吗 我吸了一口气 吐出来说 现在好一点了 他盯着我看了一下 说 好 今晚能看到你真好 就墙边抬脚吧 我点点头 很感激我不需多做解释 瑜伽教室暗暗的 是真的很暗 里头有些亮着的蜡烛 灯光则调到最暗 空气是温暖的 呼吸起来很顺 我皮肤上冷冷的感觉 便消失了 光线印在木地板上 让房间带着橘色的光 令我想起坐在 萤火堆前的感觉 虽然我找到了 但教室里已经有一些学生 安静地或坐或卧 在瑜伽垫上 这让我发觉 我不是唯一一个 当天过得有点累的人 房间内没有人讲话 也没有人带手机进来 因此非常安静 今天我第一次感到安全 好像不会再有人 拿着显微镜看我 虽然我在那个空间里 不是独自一人 但我感觉拥有隐私 很安心 我在教室后方打开垫子 照着老师的建议 身体紧靠墙壁 后背贴在地板上 把双脚往上举 靠在墙上 我立刻叹出一口气 这个姿势 总是能让我平静下来 我知道 这跟双脚高过心脏 还跟淋巴翼等等有关 但最主要的是 这个姿势很舒服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我继续闭着眼睛 听到小声的钢琴音乐 我听到脚步声 接着老师在我耳边 轻声地说 整个人平躺到垫子上 我拿个东西辅助你 我照着他的建议做 过了一会儿 我感觉到他盖了一条厚重的毯子 在我身上 毯子上有一些小口袋 口袋里缝进一些重物 可以轻柔 平均地把重量分布在我身上 似乎能把焦虑紧张都挤压出来 那就像是我体内有个汽车警报器 整天都在响 而我太习惯那个声音 要到他突然停了之后 我才会注意到 这是什么 他说 放宽心 他轻抚我的头发 然后把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一会儿 我轻声地说 我可能会睡着 很好 我最后会叫醒你 我听到他的脚步声离去 只感受到毯子的重量 还有房间里的温暖 静谧 祝你有个好梦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